在科幻电影《世界大战》中 外星机器人有一样十分恐怖的武器 只见一道微弱的光柱闪过 原本正在奔跑的人瞬间就化为一摊飞散的衣服了 原著小说的作者赫博特·乔治·威尔斯 称这种武器为热射线 它会产生白色的火焰 吞噬任何接触到的生物 对的啊 只是生物 所以对衣服是不起作用的 但恰恰也正是这点 让它看起来更显得恐怖至极 威尔斯之所以这样写 大概只是为了让它的小说更有看透 但它应该是想不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 它所杜撰出来的热射线还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并且带来它的并不是小说中的火星人 而是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 电影中的画面也差一点就在去年的白宫门前上演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从科幻走出来的武器 确实把它称为武器五角大楼是拒绝的 因为它既不致命甚至也不会伤人 顶多算是电影里那个的五毛钱版本 只是在被遭到之后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灼烧感而已 一旦走开马上就没事了 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人走开的 据说就算是地球上最强壮的人 也很难坚持在它的招数下 在这张五秒钟 所以每次武器大楼在招募志愿者时 最头疼的就是怎么去拒绝那些热情高涨的人们了 看起来大家都想要证明自己才是那个最强壮的人 只可惜至今还没有人超过三秒钟 其中最执着的当属60分钟新闻的记者大卫马丁了 他在2008年以身示热的时候跟别人前上车子不同 直接就要了一个17次的大包价 从而可以非常深度的感受到这款武器的独特魅力 不管是穿上厚厚的衣服 还是拿块木板当做盾牌 甚至顶上一个巨大的床垫 他都没能坚持多久 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就像是被滚烫的开水叫到了身上一样 所以驱散效果真的是很明显 这也恰恰符合他的官方名称 主动停止系统 它意味着只要被他一罩 不管你当时正在干什么 都会马上停止并迅速跑开的 针对的最佳目标 自然就是聚在一起闹事的抗议者 美国金方已经证实 去年华盛顿警方在驱散 聚集在白宫门前的抗议者时 曾经向他们请求过使用这套系统 但他们很快就坚决的回复 No 为什么呢 是怕看到如世界大战电影一样 弹劣的画面吗 当然不是 我一开始也只是说的略微夸张了 那么一点点而已 他们说No 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款武器争议太大了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 它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再说说它为什么有争议 跟微波炉可以加热食物的原理一样 主动停止系统 算了我们还是叫它热射线吧 也是通过向目标发射高功率的电磁波 来激发皮肤中的水和脂肪分子 快速震荡 从而瞬间升温的 但是 它运行在一个更高的频率 和更低的波长上 所以对皮肤的穿透力很小 具体来说 它只会把能量送进身体里 0.4毫米的地方 但恰好也就到达了神经末少的位置了 在带来最高不超过54摄氏度的温度后 这可以造成由内而外的强烈 着烧感又不至于真的把皮肤给烧伤 由于直接定位于神经 所以这种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只要一离开 马上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就这点而言 还真的跟浇盆热水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个会让你痛苦的更加持久 并且在招募了1万名志愿者进行测试后 军方发现 这款武器安全的出奇 9994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异养 当时没有 后来也没有 表面上没有 细胞里也没有 仅仅只有剩下的6个人 在造舍后长出了豌豆大小的水泡而已 的确是有一点点被灼伤的反应的 但是事后很快也就恢复了 如果硬要算的话 那么受伤率也只有0.1%而已 不过效率却高达100% 所有人在痛苦流露之后都猛的转身跑开了 由于热射线不可见 要是你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的话 看到这个画面一定会认为 这些人有病吧 好了 再说说他为什么有争议 虽然美国对能量武器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但这款热射线一开始 就是在非致命武器计划下开发的 第一个版本由军方直接主导 在2002年拿出了演示样机 希望能够达到一种 以较为不那么暴力的方式 驱散人群和基地外围可疑目标的目的 主要提供给海外作战部队 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留学时间 但是热射线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战区 因为他们发现了几个潜在的问题 第一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 它可能变得不那么可靠 比如沙漠环境 比如降雨降雪等等 都有可能会耗闪电磁波的能量 把原来的秒烫敌人 变成了给敌人送去温暖了 想想冬天里面被小太阳烤的暖暖的情形 第二个是尽管能够穿透衣物 但是如果对方裹得太多的话 也会降低其有效性的 第三 由于只能实施面打击 所以一旦目标混进人群 就要么只能放弃 要么只能宁可作杀一千 也不愿放过一人了 怎么选嘛 所以慢慢的 它反而越来越多的被美国国内的警察部门 拿来采用了 这还不闹翻天了吗 军方是在一直鼓吹它有多么多么的安全 而的确95G赫兹3.2毫米波长的电磁波 它只能穿透0.4毫米的皮肤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安全的 但是眼瞼不算吗 婴儿的皮肤不算吗 而且早期测试里面 让志愿者摘掉隐形眼镜 拿掉身上所有金属物体的要求 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不安 再加上对于操作人员和系统本身的不方形 是啊 你在正常情况下是只能短暂的挠挠皮肤 但要是操作不当或者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谁能保证这不会变成一台破坏性更大的武器呢 而且我觉得它肯定是可以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热射线 你对此怎么看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你的想法留言来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